这家冰廊滩在路边也被车子给撞了 人是没有怎么样 但惨的是在路上的这个货车里面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要去机场 准备要搭飞机去北海道玩的 就在上午的七点多 黄小姐一家四口 他们要搭接驳车去机场 谁知道途中就发生了这一起车祸 这个车祸可麻烦了 因为他们当时只差十分钟 就要到机场了 所以他们为了要就医 当然错过了搬机 所以旅行计划完全泡汤 当然他们也受到了不小惊吓 心里一直想说怎么办 这个北海道的旅行 他们全家人花了二十万元 就这样完全泡汤了 而且保险也不能理赔 因为通常旅行平安险 是你出国之后才能理赔 他们还没有出国 所以保险没得赔 不过租车公司回应说 他们有协助更改机票 也会协助理赔 远处一辆黑色箱型车 越开越偏离轨道 下一秒高速撞上前方轿车 撞击力道之大 遭撞的白色货车 往前推撞了好几公尺 玻璃零件也都散落一地 车辆警报器也随之响起 一家四口叫了机场接驳车 期待出游 结果半路这一撞 砸二十万去北海道全没了 因为我突然发现司机偏离了车道 所以我就大叫 然后我就发现 我们就司机就有 大概就往左转然后踩刹车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兵士车头右半边被消掉 几乎全毁 零件也都裸露出来 看起来如同废铁 惨破不堪 哀壮的小货车 还被推进去田里 而遭波及停在路边的轿车 也因为这一撞 车屁股严重凹陷 一旁的檳榔滩业者 当下听到巨大声响 吓了好大一跳 事发就在二十九号早上七点多 黄小姐准备搭十点的飞机 前往机场 搭乘的接驳车却在半路肇事 当时就是在这个路口 司机疑似要闪路边的车 结果角度没有抓好 直接撞上檳榔滩前的小货车 而这里距离桃园机场 只有短短十分钟距离 这下赶不上飞机行程全炮汤 只是这一状全家四口脑震荡和擦措伤 我们有保国外的铝屏线 可是因为这是发生在 就是送鸡的过程中 可是那个是不赔的 可是这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是保的是国外的 假如他是两点要出国 然后他真的只有 就是从两点开始保的话 那这样子就是 而专家表示 若是有在出国前几个小时 保了铝屏线 那么只要从家里出发 到机场的路上 发生意外 保险公司就可以理赔 而且拨车公司 第一时间派员慰问 并协助更改出国行程 以及协助保险理赔 并持续关心客户任何情况 强化司机行车安全 教育训练 东西文 孙松荣 张庆坑 陈一中 横云庭 杨云庭 杨亚竹在新竹桃源报道 可见要出国的时候 你很难去预料 你在路上会遇到什么状况 没有赶上班机 损失太惨重 是很多人的噩梦 所以专家就提出几点了 你可以透过了机场的环境 来调整你搭机的时间 还有看你是什么样的状况 可能要增减一些时间 比如说你有拖运 你可能要增加一些时间 尖峰时刻 比如说你是假日 或者是早上可能人会比较多 如果你自己开车 这些你可能都要调整 多给你自己一些的时间 如果你有行动登机证 或者你是搭商务舱的话 就可以减少一些时间了 因为接博司机最怕遇到 就是赶飞机的乘客 他们都建议最好提早 两到三小时到机场 才不会耽误行程 暑假到了 大家都在疯出国 桃园机场人潮满满 不过你有想过 要如何算准搭机时间 不但不会错过 也不会太早到 出国搭飞机最害怕的 就是没有赶上航班 因此现在有几个技巧 可以帮助估算 到底从抵达机场 到上飞机需要多少时间 第一就是看 需不需要拖运行李 因为如果早就准备好 行动登机证 至少可以缩短20分钟 不需要去排队报到 还有就是看航班时段 如果是早上 傍晚 周末或假日 容易大排长龙 就需要额外预留至少30分钟 而机场本身大小也是关键 尤其国际机场路线复杂 从报道柜台走到登机口 几个航下要不要搭接驳 才能够抵达都要先做好功课 才不会跑错搞得紧张兮兮 会查网路上大概要多久 然后根据经验法则 大概差不多两三个小时 比较保险 就早一点来就好了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有时候这种估算 抓到最后 人算不如天算 很多东西都算不准 而且听说机场非常多人 都塞爆了 我觉得这几个指标 都算是蛮标准的 另外如果是自己开车 也需要将停车时间给算进去 最后乘客身份也很重要 如果有老人小孩 提早到机场准备才能更安心 有时候你没有感到 他会怪我们怎样的 但是他们不会先检查 我们自己不提早出发 一般来讲我们跟客人 我们都会介意说 客人早一点出门 在这边等会比较安全 因为你路上有时候塞车 或者一些没有办法预期的状况 你可能会耽误到你的行程 总归一句万事俱备 才不会担心东担心西 结果搞乱节奏 老乱情绪 而坏了出油性质 东西新闻 江青坑和云廷 桃园报道 从来没有想过 吃烤田螺会有这样子的危机 这名女子是到桃园的 萨利亚餐厅用餐 点了烤田螺 结果服务生端上桌的时候 这个田螺却突然喷溅热油 油就直接喷在脸上 她赶快用手遮住 还跑到了厨房去冲水 结果不但差一点毁容 而且眼角膜还受损 她质疑餐厅业者 根本没有积极处理 女子到萨利亚餐厅用餐 点了烤田螺 工作人员才刚端上桌 餐点却突然喷出高温热油 郭小姐的脸部被油溅到 马上痛得捂着脸 跑向厨房找水源冲洗降温 让郭小姐相当不满的是 独自前往医院后 餐厅人员隔了快一个半小时 才打电话询问后续状况 而直到郭小姐到警局报案 警方打电话给餐厅 店长才出面处理 讨论后续赔偿问题 她可以从桌上 往上喷溅到我的脸 那个力道非常的大 我的工作是软体工程师 确实会影响到 我的工作需要长时间盯着荧幕 越想越生气 一接到餐厅店长来电 她情绪爆发 毕竟当时她就医后 满脸缠着纱布 额头两只眼睛周遭都被烫伤 眼角膜也受损 有餐厅前员工透露 这道烤田螺在出餐前 餐厅内场人员都会用餐具压一下 让她先爆开 工作人员也常被喷到 这回在客人面前爆开 恐怕就是少了这SOP 直接询问烹饪教室的负责人 解说烤田螺爆开的原因 是因为加了油 甚至有些业者会扑起司在烤 油或是融化的起司 封闭表面 焖住底下螺肉产生的高温水器 随时会因为压力喷出 并溅起热油相当危险 要避免类似状况 可在起司上面戳动透气 面前正在讨论丁面 我们决策好之后 那这部分的话 会有总共生 会主动对应郭小姐 郭小姐后续要求偿医药费 交通费薪资损失等 总额2万元以上 眼睛受伤的状况 也还要持续追踪 小花名 黄春景 徐宇晨 桃园报道 金融圈传出了震撼弹 这是国泰 蔡家 三太子蔡振宇 传出要收购安泰 跟京城银行 而且已经接触 京管会要争取同意了 虽然对此 安泰跟京城的重讯回应 不予评论 但是蔡家的豪门故事 再次被拿出来讨论 因为2010年 蔡振宇把手上 所有的股权 卖给了二哥 也就是国泰金控 董事长蔡宏图 变现800亿 改去投资 不动产 结果15年之后 却突然传出 想要重返金融圈 这背后的动机备受关注 带着银框眼镜 上书由头 过去每回跟着哥哥 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 并肩站在中心位置 他就是国泰陵园集团 三太子蔡振宇 离开金融圈将近15年 最新却传出 有意买下安泰银跟金城银 他难忘情于金控 以及说他满手现金 这是他想要令阻金控的 最主要原因 不过对此金城银跟安泰银 都发重讯不予评论 国泰金则是低调说 没有办法回应 而蔡振宇虽然作为 林园集团三太子 但当年分产 没有出现豪门八点党 因为爸爸蔡万林很公平 他跟大哥蔡振达 二哥蔡宏图三个人评分 曾经的国泰金 还是由蔡宏图当董事长 蔡振宇当副董 一个稳重谨慎 一个执行力强 但却在爸爸过世六年后 突然辞去所有职务 把股权全卖给哥哥 变现八百亿 转向投资不动产 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这处在台北101附近的 指标性豪宅 那他曾经夺下 新一区最贵豪宅宝座 单品是上看了270万 那可以看到这边的戒备森严 也相当的低调 传出还只卖朋友跟熟人 蔡振宇投资房地产 眼光精准 甚至在业界还有威风的 雨宰称号 从新一区到标下 国泰菜家起家屋 立地不断 而这回传出想回国金融业 收购安泰银 金城银大部分股权 至少需要斥资400到500亿 投航圈看财力不成问题 但目前旗下没有金控 并购恐怕挑战多 其实这几年 今天景气非常好 所以他的这个获利 获利或是各方面来说 其实还不错 如果又有一个金融业 这样的话 似乎是可以互相加成 或许也是想复制金融加上地产 结合的成功经验 财政于作为神秘国泰三公子的身份 一举一动 备受关注 东产新闻网站好 彰化真正台报道